大家好,我叫孙哲航 本科毕业于德国科隆大学 研究生毕业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平时喜欢自学语言 现在除了英语以外 有德语的德服20分满分 以及日语的恩义诊书 然后韩语正在路上 今天想来找的工作是小语中老师 或者是和经济学有关的工作 谢谢大家 这个女生给人的最重要的印象 就是她高考的时候 数学差一分满分 徐磊当年高考数学考了多少分 我离满分两分吧 你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能不能不要以那样的姿态 怎么了 就问你说 你高考了多少分 我是得想着 满分两分吧 这么记忆深刻的是 还假装想一想 我真记不清楚 因为我数理化 大概都是差一分和两分 你是不是属于林家的孩子那种 可能算吧 但是我不是很喜欢当 你知道我们多么渴望当林家的最终的孩子 不是 就是如果别的父母当着我的面 就是教育人家孩子 看我怎么怎么样 我会觉得很尴尬吧 就是 比如说我是你 你借我来教训库尔特 来吧 你看看人家图磊 高考考的又那么好 然后现在又都自己就学那么多语言 还自己出国 你再看看你 我咋了 我比他年轻了 我真不会这角色 你有什么自己认为自己不足的地方 性格方面就是 就我现在可能比较 聊天什么比较正常 但是内心还是比较恐惧和人打交道的这种 比如说 出门不愿意跟别人说话 比如说我在超市 如果碰到我同学 我会躲他 为什么要躲他 就是我不想打招呼那种 刚才你坐在台下的时候 又想跟我打招呼 对 然后又不打招呼 被你发现了 就那个时候有点 就那种羞涩的样子 再加上 她的这种长相和这种内在 就感觉她是个特有趣的女孩 刚刚那个时候 就是从侧面反应 我确实有那种社交恐惧 就是觉得应该跟你打一下招呼 但是又有点恐惧这方面 但是你看你还学了很多小语种 你学这么多语言干什么 就是用来打发时间的一种方式 你德语现在什么等级 德语我是考出了那个德服20分满分 日语呢 日语是N1 俄语是我横昭以前学 俄语 最近已经忘得差不多 因为我三四年前学的 就只会日常用语了 其他都已经忘掉了 俄 日 德 音 韩 然后还有 遗族的少数民族语 那么贵 当然还有一个宁波画 宁波画是什么 你好像也很有语言天赋 有一点吧 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 你会有一个不断的成就感 就是因为语言是积累出来的 虽然你今天学完了 你可能觉得今天晚上 跟今天早上 你的水平是一样的 但是当你学了一个月之后 你再回过头去看 你会发现 哇 原来这一个月 我进步了那么多 一句话你用七种方式把它说出来 好吧 说我要找工作 英文就不要说了 日语 等一下其实我现在 就因为在准备十月份的韩语考试 没关系 你放松一点 会混真的是 对 日语和韩语 说得好像你也会很多门语言似的 就是我现在 我也会两门呀 两三门嘛 那你说吧 你还会哪两三门 中文就算一门了吧 英文算不算一门 算一门 那韩语算一门吗 算一门 那福州话还有一门 你说我是个坏蛋 来 来韩语怎么说 表现你的语言天赋 today sensei moon 其实刚刚那位老师 他用了很尊敬的双声音 就是有表示尊敬的 厉害厉害厉害 厉害厉害厉害 就韩语里面说坏蛋 还是还有尊重 对对对 我用了很尊敬 对他用了很尊敬的称呼 相当于他说您是这种感觉 你不觉得说你是坏蛋 和您是坏蛋 后者更不尊重 长得好丑啊 您长得真丑 是吧 那不更难听吗 行行不敢聊这个了 聊了聊去自找没趣 你看你在这个应聘简历上 说你还有支教的经历 对 我支教是去年的4月份到7月份 然后后来我是去英国读研究生了 但是读的时候其实就很想他们 然后研究生毕业以后 我也没有直接回家我是直接飞到了云南 就是去找他们 就是那个时候拍了一张照片 还是一个挺有善良的女孩子 你想找的工作是小一种教育 对 和经济学相关 这可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类似 是 或者是那种发展方向什么的 那你要求多少钱薪资啊 经济学相关的话是一万 然后小一种教育的话 我会更多有主观的那种情感在 就是会有热情去投入这份工作 所以其实薪资真的不是很要紧 有什么建议吗 没什么建议 我没什么建议 因为觉得自己没有资格点评 对对对 我自我也想走 我就想路啊 这场我再回来 其实相比大家所有人的这种一片折服啊 我反而问题很多 你一个方向分裂到小一种老师 另外一个方向分裂到经济学 这是完全不同的 你觉得你的人生真的想清楚了吗 我发现我自己喜欢教育 是从我去支教完了之后 我真的是很喜欢这件事情 经济学因为 其实我是有考虑到我爸的因素啊 因为毕竟他培养我那么辛苦 所以你还在分裂 对 原来就是没想好 我承认 他真是没想好 我觉得这个在市场上是大鸡 你知道吗 昊阳 他一个优秀的人 你必须让他把人生都已经结完了吗 徐磊 我觉得他们俩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 李昊阳对于将来未来的考华是很功利性 他没什么功利性 但刚才其实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一方面我喜欢小一种教育 我可以投入热情 钱少点没关系 另外一方面经济学是我的专业 对吧 我能够贡献出更大的力量 但我就是没有想好怎么走哪条 有什么关系啊 23岁能这么坦然面对自己未来很好 没想好可以慢慢想啊 其实是这样的 我觉得今天在你们两个的沟通当中的话 昊阳你太功利了 而且的话就是说你会认为是说 我必须要怎么样才是一致的 但是现在的话一个财务 他白天做财务 晚上做歌手 周末做画家 有什么不可以 这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 请不要用你的价值观去衡量 好吧 我认为如果他真的清楚自己的爱好 那么是最好的 他是遵从内心 或者说我想要 直接要帮助这些孩子 那他一定最大化的去帮助这些孩子 我认为价值是最重要的 为什么 不是你们眼里看的 所谓的功力 为什么一定要最大化 如果我想要帮助一个孩子 我会想如果我能帮助更多的孩子 这是我的价值 我为什么要帮助更多的孩子 因为马斯洛 我不想 我就现在能帮助多少 我就帮助多少 我没有把它当成我长期的一份事业 我现在状态好 我就想能帮助多少 我就帮助多少 那我干嘛要考高分呢 我可以不学习啊 如果这样大学 考高分我也不想啊 我就考了高分呢 没有用力吗 没有啊 哎呦 你想吗 他一个能够学西中语言的人 说明他是有天赋的人呢 他没有很用力啊 他跟你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在于 他的生活不是一个很用力的人 你是一个生活很用力的人 很努力 很执着 每天只睡几个小时的觉 你没有错 他也没有错 我不需要生活那么用力 我不需要那么成功 我想到哪是哪 我走到哪里是哪里 我做到哪里是哪里 有什么不可以 就是我的热情 确实还是在教育这一方面 就是我当时甚至想 就是可能去一个山沟沟里 当一辈子老师 但是我觉得这个决定 在别人眼里看起来 可能是一个无私的决定 但是其实对我而言 是一个自私的决定 就是我只考虑 我自己愿意做的事情 我还要考虑 我的父母以及就他们寄托在我身上的期望 所以其实我也想真诚一点 就是我是给自己一个三年的期限 就是这三年我一定好好干 然后三年之后 我再决定到底是继续在这个经济学领域 还是可能尝试教育 他渴望去支教 其实呢 他享受那种感觉 他说的 他一直在强调 即使是我做工艺 我也是自私的 我要的是我自己的那份感受 那份感受带来了什么 被需要 被认同 我的价值感 来 第一轮选择去货累 还有十一盏灯 接下来我们进入天生我有菜 来 我们来进入职场情商课堂 如果你做的一项工作 受到上级领导的表扬 带你的主管领导去 说是他做的 你怎么办 其实我实话实说的话 我不会去跟主管争 就是他说是他做的 就是他做的吧 这想得到的回答 为什么不争 我比较在意的是 这件事情完成了 在上面领导说 知道这项是我的 他可能给我一些奖金 或者一些嘉奖什么 就是这些我不是很在意吧 你好像不喜欢钱 不是很喜欢 就是如果给我一百块钱 我会要 但是我可能 如果你现在手上有一百万 你干什么 没有什么想干的 存在吧 你有什么特别想买的吗 没有 我真的是很好奇 现在还有这样的家庭 能交出这样的孩子 你看你知道 现在有些孩子 物质欲是特别强烈 他居然真的没有 而且我一点都不觉得 他在装 托老师 我很认真的跟您说 其实他是我上学的时候 我喜欢的女孩子的 梦中情人的这种形象 就是这样的 我说话是说 我觉得这种女孩子 很纯粹的也很难找 你这种人会有这样的觉悟吗 对啊 我 就是 但为什么你身边 待的都是一些 灯空酒绿 烈焰红醇的美女 我 可能是我后来也被 是所有所污染了吧 但是我觉得 他被污染了 但所以我说 我觉得很少见的 像这样很纯粹的女孩子 所以我刚才特别反对 她被李浩阳那样 功利的人污染 其实我们追求一生 不就追求她的那种结果吗 就是这样这种境界 境界是很好 但是我有点小担心 因为我觉得你在工作 生活上 你有这种心态很好 但我特别担心 是如果你一点进取性 你都没有的话 生活上也是什么都可以 他说你没有进取性 对 那怎么办呢 我觉得不会 因为像学习这方面 也是没有特别喜欢 但是就是我要做的 我会做到很好 所以她现在已经达到了 人生的至高境界 享受生活而不沉眠 看透生活却不消极 这行 我们2016年的时候 就成立于一家 在北京市民政局注册的 非公募公益基金会 这家基金会呢 专注帮助乡村的 偏远地区的 山区的小朋友们成长 我网上有了解 对 那么如果你喜欢公益的话 我的问题来了 你觉得你的事业 这一部分给你到 你个人的滋养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我就是享受这个过程 如果我做慈善的话 我想纯粹一点 我也不想要说 我帮助可能几百万的人 我带一个班的过程 我就想好好地带他们 就是可能给他们一些 人生三观上的那种知道什么 我是享受这个过程 所以我可能也不太适合 就是做比如说管理类 我们下期再见